哇 这锅太贵了 便宜点我就要 怎么解决呢 哎呀 我们价格是全国统一的 确实便宜不了 这样我给你送个框行不行 请注意第一次的赠品 一定是一个价格 第一点的赠品 假如顾客说 叫我看看你的框 成交信号 说明有门 哎呀 要什么框啊 我们家框成堆不要 说明对赠品不满意 还希望要求更多 此时给他拿个盆 但是不要拿得那么痛快 要设置障碍 就说 哎呦 我们上一次 卖那个两千多的锅 送的是有一个盆 但是那个盆呢 是大方案里边有的 第一个呢 我不确定能不能送 第二呢 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 我给你找找 此处说的有没有 确定必须有 如果没有都不可以说 来 你此处有没有觉得 我替你着想 问完之后就给他 做好准备 小赠品他依然要 把这俩都给我吧 呀 不肿了 不肿了 你知道吗 即是肿业的整大计下 听到没 客户慢载而归 得意的不得了 这是不是销售的第一个环节 绝不给他便宜 还有第二个 这盆也送了 狂也送了 他说不懂 你还得给我便宜点 有没有这样的客户啊 此处就再说不便宜 不便宜 不便宜我不买 此处就开始上肉身 开始赌揍发誓拍胸口 张总 我跟你说 这是我们从头到尾 最便宜的 本来只能送个这 你又让送呢 现在俩都要 我都难为死了 就这都IP给你 还有还有 我都没见过你这样的客户 你看一下我们的锅 接着把你的锅的品质 再说一遍 把你的增品再说一遍 把你们的情感再说一遍 我又不真心 我又找老板 又去仓库 不给你弄完 你这弄得我都为难了 没办法 卖这个锅 0.5的提升 我拿4块5 你这样我4块5 我不要 我给你发个红包行不行 你是顾客 你这个时候 你觉得自己有脸吗 算算算算 就这吧 听懂没 客户就吃这一套 如果客户还说 别家更便宜 你就又回到另外一点 我们家做工厂 我们也能做便宜的 他家能做 我们家都能做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做呢 因为我们公司在诚意自出 我们马总就下一个指令 我们公司宁可用更高的产品 更好的原料 更好的工艺 生产更好的产品 来服务更好的客户 不愿意降低品质 来生产廉价的产品 服务起来问题一大堆 这是各自公司的定位不同 并不是我们无能 不能生产便宜的产品 这是我们公司的选择 我们就卖好的 如果您觉得这一点能满足你 我们就合作 听懂没